一块来看一下例三的这一个问题了 那么在这一个问题里边呢 让我们来看第一个问 说是98加上203再加上102 首先我注意到的是98和102这两个数字 对不对 它们是不是正好可以凑整 那么加起来就是200了吧 所以第一题啊 我可以调整一下印算顺序 把98先加102 然后再来加上203 答案呢就应该是200加203 很容易算403 很简单吧 或者这道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 有没错 把98变成的是 先给100块钱 让它涨你两块 是吧 那么203呢 给200块钱 让它还得再收你三块 是吧 那么这个102呢 就你给100块钱再收一个2块钱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这么一件事 加2给2块钱 收2块钱 减2 这俩是不是就没了 对不对 它那没了以后 剩下的就是整百的 100 200 100是400吧 对不对 400再加3 是不是403 和上面的答案一样吧 所以呢 从这一道题目里边 我可以发现啊 除了用凑整的方法 我还可以把它用 购物付钱法打开了以后 加减底销来计算 是不是 好了 这是第一题 那第二个问呢 第二个问 135减89 加65 加24 再减去 11 这一道题啊 我们拿到手的时候 第一个想法 当然是凑整了 是不是 看看怎么样 才能凑整呢 135 各位是5 5的好朋友 95了 后面有没有 65 对不对 那么这会儿呢 第二道题 我们不妨把 好朋友 先报符号 搬家 搬到一块 135 先加上65 接下来呢 还有谁啊 它减的是89 这个9 有没有好朋友 也有 是谁啊 1 所以把11 搬在这 对吧 然后再来加上一个 24 千万别落掉谁 对不对 好了 那这会儿呢 我们就可以先来计算了 这个一加就等于200 减89 又减11 相当于是不是就减去的是89加上11的和 对不对 再加上24 那么200减去89加11答案就是100了 200减100就等于100 100再加上24 这一道题最后的答案应该等于124了 现在全的宝贝们你们做对了吗 好了 这是咱们的第二题 从这一道题目里面 你要知道灵活的运用咱们的凑成法 那么下面这道题又会说什么呢 赶紧来看一下接下来下一道题目 这道题目